从和谐号到复兴号,不断发展着的中国高铁技术也见证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。 对于奔波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高铁列车来说,定期来一次足疗,对车轮进行一次检修也是十分必要的。 与此对应就派生出一个铁路工种,高铁修脚师。 今年52岁的刘志伟是武汉动车段、武汉动车、运用车间、地勤机械室,也是中国高铁运行以来的第一代绚轮工。 2022春运大幕开启,记者来到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、武汉动车运用车间,刘志伟正在忙碌地进行着绚修工作, 经过复杂的牵车对位、顶车夹轮、测量、加工等十余项繁琐工作。 看似不大的旋轮库,工作一天下来也要走到两万多步。 我是09年到东西南娃上班,然后就一直在旋轮班,一直在干这个工作。 我们主要是对能型的能源的厚度,把这个能够的形状进行恢复,直接就影响到这个高铁安全的平稳,高铁安全的最重要的一环。 一个标准地把这边走下来的话,在正常的情况下,差不多14个小时左右。 据了解,高铁动车组在运行过程中,因磨耗和异物的影响,致使车轮会出现碾硬、划痕等伤痕。 由于高铁动车组面临时速每小时300千米的长时间奔袭,因此每一处伤痕都不容有半点忽视。 它不仅影响高铁动车运行的平稳性,更对安全造成影响。 刘志伟说,给高铁绚轮如同给人修脚,这不仅是个精细活,更是经济活。 为保证动车组左右的平衡,每次绚轮都要给同一轮队的两个轮子同时修。 误差要保证在毫米以内,每个轮队踏面磨耗限度为70毫米。 每少修一毫米,就能让轮队寿命延长两至三个月,可节省万余元的成本支出。 我们每次绚修了,就是对这个能源的国部的限度有很严格的一个标准。 基本上要保持在左右相差不能超过一毫米。 我们每少选修一毫米,那么节省这个成本估计在万元以上。 我们每次选修了,就是说能够保证整条高铁列车能够运行两到三个月。 2022年春节即将到来,飞驰在轨道上的列车承载着许许多多回家的人和一颗颗团圆的心。 每当刘志伟看到轨道上载客飞驰的列车,无不透露着自豪与满足。 他告诉记者,保证列车的平稳运行安全送大家回家过年,是自己作为高铁修脚师最荣幸的事。 因为我们这边为你跟高铁线比较近,看着每天飞驰的列车平稳安全地在铁轮上运行,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的。 2009年投入到高铁事业之后,每年的春运,我们都是在港湾上为春运保家护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